我们人类为了展现自己的魅力 会唱歌跳舞 吟诗作父 练习各种技能 但你能想象到吗 鸟们也一样需要展示自己的优秀 它们不仅天生比 我们多了飞翔这个技能 更进化出了各种奇妙的能力 比如舞蹈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看 那些世界上所有鸟类中最会跳舞的灵魂舞者 又被称为华美风鸟 天堂鸟 太阳鸟 它是一种主食昆虫和植物果实的蜂鸟科名琴鸟 是世界上最著名的观赏鸟之一 生活在南太平洋岛国巴布亚新奇内亚 崇山峻岭的森林中 吉乐鸟的体态华丽绝美 羽毛鲜艳无比 极为漂亮且擅长歌唱和舞蹈表演 很早以前 西方殖民主义者曾大量捕捉这种鸟运往欧洲 靠出售其珍贵的羽毛谋取暴力 巴布亚新奇内亚独立后 吉乐鸟成为这个国家的国鸟 如今 巴布亚新奇内亚的国旗和国徽上 都有吉乐鸟的图案 吉乐鸟在身体两侧到尾部生 有超过一尺长的身黄色绒 仿佛披着耀眼的颈断 此外 它的臀部还有一对长长的尾羽 宛如柔软的丝带 当它在空中飞翔时 就像千百条彩带在太空中翩翩起舞 在春季繁殖季节 这时的雄性吉乐鸟就像一朵朵绽放的花朵 它们成群结队来到一片临间的空地 开始尽情地跳跃炫耀 再从中清脆动听地歌唱 当雌性鸟飞来时 雄鸟会展开优雅的舞蹈 一会儿摆动羽毛 一会儿竖起两翼 它们的体态轻盈 五步优美 有时一眼就是五六个小时 而这一切就是为了取悦前来观看的雌性吉乐鸟 雌性吉乐鸟一旦被吸引 就会允许交配 交配后的吉乐鸟 就会以树枝 草叶等 在树上迎朝产卵 单独孵化 育除 秦鸟是一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鸟 因为微雨展开的形状向树秦而得名 并且秦鸟是雀形类中身体最长的鸟 是澳大利亚的特产 也是世界上不可多得的稀有真情 受到澳大利亚国家的保护 1798年2月 有几位探险家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山区 去寻找一种传说中美碧的鸟 它们翻山越岭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捉到了一只美碧的鸟 这只鸟貌似野鸡 全身雨是金黄 围雨非常发达 最外侧的两根长达70厘米 端部向两旁弯曲 炫耀时 围雨展开很像古希腊的七弦竖琴 因此其名叫琴鸟 一些科学家发现 琴鸟在求偶时发出的叫声不仅好听 还能经常模仿其他生物的声音 甚至还能模仿人类一些机械的声音 比如汽车喇叭声 火车喷气声 斧头伐木声等等 你以为会唱歌就可以了吗 错 要想获得喜爱 光会唱歌可是万万不行的 许多鸟类认识到了这一点 它们甚至学会了跳舞 而琴鸟会先站在树上晾开嗓门 高声大叫 仿佛是在招来观众 然后飞下树干 登上土丘顶部 选好位置 便开始一串洪亮的名传 唱到忘情之际 它的唯语便逐渐张开 并向上竖起 形成七弦琴形 为了在求偶时展示其才艺 琴鸟还乐意为一种 名为园丁鸟的鸟类 充当婚礼上的乐队 这种园丁鸟本身并不擅长歌唱 所以在举行结婚仪式时 需要请琴鸟来协助演奏 琴鸟的歌声优美动听 舞姿轻盈灵动 因此成为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 真琴之一 这种走路像蹦迪 含笑半步颠的鸟叫秋玉 玉棒相争渔翁得利的 玉就是这伙 它们走路都还不如我滚得快 一步三摇晃光时 看着都能挤死人 要是你开车在马路上碰到这呆鸟 建议关掉引擎慢慢等待 因为你一旦吓到它 它就会原地装傻直接摆烂 每隔半小时你别想过去 这货不光走路疯癫 飞行方面也很尴尬 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慢的鸟 速度只有八公里每小时左右 都不到有损的一个领头 秋玉体型肥胖 腿短嘴长 外形似小鸡 小时候喜欢跟在妈妈身边瞎溜达 这时候走路还是很正常的 可跟妈妈久了之后就有样学样 也学会了这迷一样的步伐 至于它们为何会这样 科学家们给出了两种说法 一是为了捕食 反复的采压能很好地 找到隐藏在地下的猎物 同时惊动猎物往外跑 二是为了保命 反复的采压 可以试探浅滩地面的安全性 时刻保持起飞状态 一只脚先试探地面 是否能支撑自己的体重 一旦察觉危险立即起飞 这样执着的秋玉你受得了吗 单顶鸽是属于鸽类的一种大型射琴 体长约在120至160厘米之间 它们具有长长的颈和角 整体上以白色为主 头呈鲜红色喉部和颈部为黑色 耳部到头枕为白色 脚部为黑色 站立时 单顶鸽的颈部 尾和角都呈黑色 头顶则是鲜红色 其余部分均为白色 而在飞行 只有四级和三级飞鱼 以及颈部和脚部呈现黑色 其他部分则完全是白色 这些特征非常明显 容易辨认 单顶鸽的舞蹈 通常由数十个 甚至数百个动作的 连续变化组成 舞蹈的主要动作包括 伸展腰部抬头 弯腰 跳跃 踢腿 展翅行走 弯曲背部 鞠躬和弦雾等 不同的单鹤可能在姿势 幅度和速度上有所不同 艾草松鸡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松鸡 身高约在48至76厘米之间 体重大约在2.3至3.2千克之间 雄性艾草松鸡 具有两个突出的胸部 而雌性则没有 它们的颈部上有两个黄色的囊 可以在球偶时膨胀 以此吸引异性 艾草松鸡 通常选择在三尺松下或草堆上筑巢 而且以其复杂球偶的舞蹈仪式而闻名 熊鸟在球偶时会立起来 展开扇形围语 并同胀胸部 形成两个像气球一样的黄色囊 昂首阔步向雌鸟炫耀 雄性艾草松鸡的舞蹈 充满力量和魅力 而雌鸟会观察几周时间 然后选择最具吸引力的雄鸟进行交配 尖鸟是一种热带海鸟 与唐鹅有亲缘关系 它的体型与大海鸥相当 嘴长而尖 尾部成蝎形 腿和脚的颜色非常鲜艳 这种鸟的两翼较长 体长约为0.7米 体重大约在1公斤左右 它的两足指之间游谱 擅长游泳 并且善于捕捉小鱼和昆虫 尖鸟通常只在夜间和孵卵期间 停留在海岛上 在繁殖期间 雄鸟会不断地左右抬起 那双醒目的蓝色大脚 进行求偶舞 它还会张开上扬的双翅 以吸引雌鸟的注意 争取交配权 一旦引起了雌鸟的注意 雄鸟就会继续跳起求爱舞 雄鸟和雌鸟一边发出鸣叫声 一边自信地高视阔步 蓝顶蓝色雀 是梅花雀克兰式雀鼠的一种鸟类 主要分于索马里 尼亚 苏丹 埃塞俄亚 和坦桑尼亚等地 它们栖息在热带沙漠 亚热或热带的肝源 以及亚带或热带的干燥书冠丛中 蓝顶蓝色雀 以其独特的才艺而闻名 它们不仅会歌唱 还会晃动着一条或两条腿跳舞 作为球偶展示技能的一部分 这种鸟会用会加着一块 筑巢用的材料 然后高耸着脑袋 上下跳舞并唱歌 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 它们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驴 阿根廷PT现存数量 仅约700只 属于宾威鸟类 俗话说 男追女隔坐山 女追男隔层沙 但是这句话在 PT族群中方 貌似不怎么好使 而且 PT族群中的雄鸟 是越老越妖 雌鸟对于物种的延续尤其看重 但是阿根廷PT却不会通过打斗争抢配偶 而是用舞姿征服异性 那些球偶经验丰富的雌鸟 将会是最受欢迎的香波波 因为它们对雌草已驾惊就熟 而年轻的雌鸟会想办法 与其中一只熊鸟确立配偶关系 为此 它们必须证明自己拥有同样出色的舞姿 在球偶时 PT会相互发出声音 以问候对方 然后彼此围绕转圈 互相审视 一旦眼神交汇 它们会潜入水中 选择漂亮的水草 作为礼物送给对方 接下来 它们会在水面上 有节奏的踩水 并左右摇头 头部上的关鱼 随着头的摆动 划出优美的弧线 非常迷人 那么在这些鸟类中 你最喜欢哪一个呢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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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